可能医生说,这个病没有得医了,这是自然界 但是神给你的能力是超自然的医治 可以进到自然界,改变你的身体,使你得到医治 这个叫做能力 再拿一个例子,可能你的经济已经很糟糕了 按照正常的情况来说是没有办法救了 但是神能够用他超自然的能力进到你的经济里面 改变他,使你一切的债务得到解决 甚至还更丰盛 这就是超自然的能力 所以超自然的能力是可以改变这个自然界的 因为你不要忘记,这个自然界本身就是超自然的上帝所创造的 所以超自然的能力肯定能够改变这个世界 不但如此呢,可能有人会想说 哎呀,牧师啊,好像这些都没有跟我很直接的关系 我有没有想过要做大人物影响身旁所有的人 甚至影响事件的发展 我有没有想过神呼召我 时时刻刻做神级启示 当然我相信神级启示 我也相信神会神级的帮助我 但我也没有被呼召要每天去做这种神级启示的服事 那我需要能力吗?第三个是每个人生活都会遇到的 那是什么呢? 执行,示现或完成的能力 这也是神给你的能力 执行,示现,完成的能力 可能有些学生说 哎呀,功课太多太难,我没有办法做 你要想一下 耶稣给你能力 你能够去完成它 可能有的人在工作上 哎呀,这个target太难达到了 没有办法做到了 你要相信 耶稣的能力在你的身上 你能够做到 所以各位亲生姐妹 当你遇到一些挑战 或者工作上的一些挑战 学习上的一些挑战 功课上的一些挑战 你第一个想到的问题是 你第一个想到的念头 不要去想 我能不能够 你肯定是能够的 因为神的复活的大能在你里面 重点是 是不是神要你做 如果是神要你做的 你就一定做得到 但是如果不是神要你做的 也不要强迫自己 但是有些东西是没有办法的 是你的责任一定要做的 所以那个时候你也不用问说 神要不要我做 有些东西是神已经给你的责任了 你就不用问说 神要不要我做 打个比方 如果我们是父母的话 教养孩童是神给我们的责任 你就不用问 神要不要我做 神肯定要我做 你也不要问说 我能不能够 你要相信神给你的能力 一定能够做得到 你就跟神说 我用意 我要去做 你来帮助我 这个就是神的能力 在我们的身上 所以有神的能力 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呢 我们就不用担心这么多 我们也不要整天去想 我能不能够 上帝提醒我说 我们当中有一些人 你可以有很大的成就 但是为什么你一直没有办法突破呢 因为你一直有一个想法 我不能够 我不能够 但是那些事情其实是神要你做的 而且神也给你足够的能力去做 所以从再开始你要想的问题是 你要告诉自己说 不是我能不能够 而是我 用不用意 我要不要去做 不是我能不能够 而是我 用不用意 我要不要去做 他怎么能够 我能够 请不吝点赞